今天是德圈老師的料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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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教大家的第一道是 三杯皮蛋美人腿 三杯皮蛋美人腿 第二段我們現在要教大家的是 燒橘排骨 橘是橘烤的橘 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是燒排骨 但是因為燒排骨 一般就是用那種掛爐去 去烤的啦 掛爐不是已經要做 就跟燒鴨那種的 對啦 真的啊 上次你不是有說嗎 大燒啊 燒鴨 炸燒了嗎 燒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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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燒燒了嗎 海賣 你是有香港的那個人 你很像欸 我們上了嗎 燒橘排有些本來要用烤的 但是因為不可能 家家戶戶都有這種烤的 就教各位說 你除了用烤的以外 你可以怎麼樣做 做得像烤的一樣 喔 那跟橘沒關係啊 那本來要是橘的嗎 橘要 香港人來講橘咧 國啊 當然 燒也算國啦 是嗎 真的啦 真的 真的喔 燜啊 燜煮啊 所以這是港式的囉 燒橘排骨 在家裡當然不可能有那種大的掛爐 我們教你怎麼樣做 可以達到這個美味的效果 可以達到那種效果 然後 簡單 關鍵是什麼呢 排骨炸過再燒 香 而不膩 排骨炸過再燒 香而不膩 就可以達到這樣橘燒的一個效果 對 太棒了 但怎麼樣弄得 幹嘛 不是嗎 沒弄成等一下就把你 掉出來去焗喔 不會啦不會啦 它就是要 弄出那種乾乾香香的感覺 所以你要把它炸過 然後再來把它燒一下 你要乾 然後又要香 又不要吃 又不要說吃起來硬硬的 你就炸過再燒 香而不膩 炸過再燒 好 炸過再燒香而不膩 很簡單 記起來 但是要看老師怎麼做喔 好 首先來看準備哪些食材 蔥段 薑片 蠔油 紹興酒 糖 白芝麻 這邊醃料的部分有 鹽 米酒 太白粉 這個是 蒜泥 蛋白 還有我們的 排骨 排骨 好 先戴個手套啦 排骨就 一般你說要 排骨你要選擇的話 盡量選擇 小排 不要大排 來 什麼叫大排 什麼叫小排 人體解剖又來了 來 排骨是這個地方 整個到背後這邊 整塊 到脊椎這邊 然後這一塊 胸腹的這一塊 這邊 開始到這一邊 那麼 上面這邊的 因為有胸肌的關係 所以肉會比較硬 不適合 盡量選擇下段 下段這個地方呢 更沒肉耶 有肉啦 那是因為你 你不是豬 好不好 豬就有肉了 張軍沒肉 所以選擇 下段的我們稱之為 小排或叫紙排 小排和紙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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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瘦交叉 對不對 對 對就對了 好好美 稍微把它醃一下 這邊多餘的水分 我們把它拿掉 好 蒜泥 蒜泥 蒜泥很 蒜泥 蒜泥加下去 一點糖 糖 少少鹽 鹽 鹽 這邊要夠味喔 這邊一定要味道要夠喔 那意思是怎麼樣 鹽要加多一點 就是你要鹽要 你不要加那個 有加跟沒加一樣 那樣就不好啦 因為它燒一下子而已 沒有燒得很久 那你 你知道這種東西 烤的東西要 排骨要把它入味一點 比較好吃 一點點酒 酒 蛋白 好 這個蛋白喔 這邊就要把它 按摩一下 抓麻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讓它 這邊你這樣按摩的話 它比較容易入味 比較容易鬆開來 我來就好了 我來就好 蛋節會來 這很髒的我拿 那我下間的工作我來做 你瘋了你 這件你不用了嗎 不用了不用了 蛋白也不用 不用啦 沾過了不用了喔 不要啦 確定喔 拿一拿還拿到那邊 然後你 還要再用的時候就會怪我 說收那麼快幹嘛 對不對 對 不錯啊 講得好像 受多大的委屈 沒有啦 小小的 你講給誰聽啊 講給現在看的人聽啊 不然咧 你以為幹嘛 你以為在 像人家清朝在後宮 講給沒人聽 我跟妳講 張軍真是有一套 你幹嘛 有喔 其實你們現在看 張軍在眾人面前 都弄出一副很悲情的樣子 感覺像在演悲情城市 我跟妳講 我演什麼悲情城市啊 我跟妳講 私底下他這個人 喔 是難搞的 你 老師給我們小鞋穿 因為你跟人家先那個 先猜人家一本而已 我給你什麼小鞋穿 老師給我小鞋穿 你鞋子還不夠大 來 喔 這樣按摩一下 剛剛講那麼多張軍的壞話 完全是因為要按摩他 對啊 你現在變得要充時間 還要講我的壞話 這是怪貌 來 方代白粉 這樣子 粉不要多 粉多了感覺像炸排骨了 一層薄薄的就可以了 那你還再加一次 沒有 剛剛那個不夠多 像這樣薄薄一層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沾了一堆的粉 那樣就不好了 加粉是為什麼 它表面的東西才不至於跑掉 另一方面它在表面形成一個硬殼 肉吃起來不會那麼的乾硬 所以也不能不加 不能 油溫 油溫只要中低油溫就可以了 中低 剛剛說 你說一百五六也行 然後一百二也行 中或中低油溫就可以了 真可 對啦 大概就是在 你就介於中油溫跟低油溫 低油溫多少 一百二十度以下 中油溫多少 一百二十度以上 那就一百二十度囉 介於時間不好 一百一十九度也行啊 沒有啦其實主要意思是告訴各位說 這個你油溫不用很高 因為它排骨要熟需要一點時間 那因為我們表面已經有沾了一些粉了 所以它也不容易說水分流失幹什麼啦 也不會 萬一油溫太高你就把火關掉這樣放下去就好 因為東西多的話下去它溫度也會降下來 來 這樣子把它放下去 唉唷 這個蠻好吃的 我還蠻喜歡吃這樣子 這道菜啊 對我還蠻喜歡吃的 你自己在家裡會做這個嗎 不會 我還蠻喜歡講你在家裡都不做菜都你老婆做 我在家裡面 有啦偶爾會做 這邊有折好的你裝什麼可憐啊 你才是裝悲情的 你折給你 你不用 然後又在那邊念我 張鈞說真的啦 現在要幹嘛 現在是要念我還是 不是 我要等要時間 你總得念 好現在又要被Share Pa這樣子的那個 我們來念一念別人好了 別人啦 別人啦 別人什麼 唉 上個禮拜我們教的都是那個夜市小吃味多嘛 是不是 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都開始有教了 你也教的頂編錯等等啦 對 根啦什麼的啦 草花枝這些我們都教過了 而且還做了什麼 三明治也做了兩種什麼 營養 金融廟國營養三明治 豬排三明治後來的那個 法老師有做 豬排三明治 真的好多樣 就是那種 整個大的 它是四方形 然後炸的那樣子 對對對 這一週我們這些交的 三明治沒找我做真的是錯了 找你吃比較快 南方給我三明治轉了啦 哪一種三明治 兩種你都會嗎 一個是那個佳穎做的 一個是寶廊做的 真的啊 你都很會喔 我很會吃 那你就 那個當然好吃喔 但這一次呢 我們這禮拜開始 就因為天氣也變涼了 我們首先就交了一個火 那個三杯的東西 對 那火鍋的東西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了齁 你就買 不妨買個這個火鍋湯底的這個書 加上這一段才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們齁 這個 最近這幾天啊 這幾天天氣真的冷鬆鬆的齁 嗯 這個火鍋店啊 真的都一味難求 不妨自己買了這本書喔 拜託那你就買這本書就好啦 因為我看了一下 是在家裡做 這本書德權老師的著作 然後跟大家講了 這個價格是168塊錢在外面 在楊桃買 你現在看這個網站買 你直接點進去買的話 只要120塊錢就可以了 你剛才玻璃碗幫我收走了 說只是 不是那個垃圾的 不是還有一個圓的 你要這個嗎 沒收走要給你啊 你要用 不用了 那麼髒的 拿來你又不要 沒有我現在想到我可以 放到那邊可以嗎 還倒定 還要一個玻璃碗 我炸總是要有時間啊 時間那麼多 我總是要早點話講啊 嫌我這樣子 尖一尖你啦 你不是像那個 人家有的那個 結了婚嫁過去的那個婆婆啊 很壞 什麼都一直嫌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自己去做 好啦好啦 因為我想說 炸好之後給各位觀眾看 好 這邊 炸這個東西特別要記住就是說 因為它要炸到它 乾一點嘛 所以我剛剛火是不是很小的時候下去炸 這樣看起來表面好像不會乾 可是我從頭到尾火都是沒有關小 對啊你沒有火很小啊 都是最大的喔 我只有下去的時候油溫比較低而已 但是火都開到最大 那是會大 對 然後讓它慢慢升高 你看表面開始有一點 變硬了喔 變成焦脆了喔 就是要這樣子 都是用大火炸對不對 因為烤的東西是不是表面是有點焦脆的感覺 焦焦的感覺 焦焦的感覺 所以你是想用這種方法來達到你說這個 我們做這個有點像燒辣這樣的感覺 嗯 如此可焦 這在我們的這個技法裡面 我們稱它為乾坤大螺儀 沒有啦就是 我們用一些方法達到跟烤的一樣 跟用烤的出來的口感接近 烤啊 這個不是BBQ的烤是燒嘛 燒啦 烤 類似烤那樣子 就是乾乾的 表面乾乾香香的 其實我們做菜很多是這個樣子喔 你以為是烤的未必喔 所以有時候 做菜就是看它有什麼方法特別 你知道我們以前在做烤鴨 對 以前我們在做烤鴨的時候 我以前做過燒辣 在烤鴨的時候 如果客人臨時點了一隻烤鴨 很重要的客人 然後我裡面又沒有烤鴨 怎麼辦 把它用快速的方法弄得好像它是烤鴨 就是把鴨拿著 一直淋熱油 一直淋一直淋一直淋 它出來跟烤的一模一樣 你根本看不出來 裡面熟啊 一定熟的啊 可是它不是整個丟到油鍋裡面炸喔 不行喔 丟到油鍋裡面炸 炸是不一樣 它吃得出來啊 因為整個去炸的話 裡面肉的水分會跑掉喔 所以我們是把烤鴨拿在手上 一直淋熱油 一直淋熱油 烤鴨本來大概需要35到40分鐘 一直淋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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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鐘左右就熟了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喔 那那個拿著的 但是這種東西 這種技法漸漸在江湖上失傳了 我講了那麼多 主要也是因為排骨快炸好了 終於好了 好了 不講了 你問我我打死也不講了 你現在問我怎麼弄 我打死不講了 誰要問你要管你的 沒有人要問 打死他 我們都不都打死了 來 好 像這樣子 其實就是要等這個一定要有一定的時間 我覺得看我們節目的老朋友慢慢大家就了解 慢慢大家就了解說 現在不是我練小偉 現在是他在練 我現在不在練小偉 我現在不在練小偉 大家都了解說 原來是要就是要 他這個要一定的時間 不然我們說過很多次 就一見安靜也可以 可是大家大概又會罵我們說 你們兩個不講話是怎樣 好 張小偉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來 這邊 薑片 你還有殘留一些 要留一些油嗎 對 有留一點點油 這邊要稍微把它煸到焦香 它也是煸 這跟剛剛我們做三倍很像 你今天兩樣都是這個方法 不一樣 這跟剛剛那個煸有什麼不一樣 你以為一樣 但是不一樣 在哪裡 如果讓你猜到都一樣的話 那我還要混 明明看起來就一樣 好啦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這是以前的廣告 完了 是 這是什麼時候的那個廣告 好老了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樣樣洗 把錢吸吸看 不一樣 喔那個好久 50歲的人才會唱 你亂講 不然我要老那時候還很小 就有聽到這種歌啊 很多廣告的歌 新的頭髮 新的看法 那傢伙我忍他很久了 來啦 這樣把它煸到 這個薑蔥稍微有點加 要拿個瓶子這樣 新的頭髮 新的看法這樣很無聊 你好笑喔 你不用洗了啦 那時候我想說 好啦在爆香啦 那時候我想說這要讓我遇到那傢伙的話 你要扁它這樣 很K它一頓 要對一個洗頭車這樣 來 把它煸到這樣 焦焦香香很香 好 香不香 你這味道很香 好 很香 很香 都把它弄過來了 分開處理 是 我們希望它做得跟烤的一樣 你就要這樣子分開處理 然後接下來 好友 像燒烤的那種感覺 細糖 它是帶甜的喔 鹹鹹甜甜的 是 紹興酒 這次加的是紹興酒 蠔油細糖紹興酒 燒一個醬汁 我吃看有夠甜嗎 哇 剛剛好 這個蠔油來 等一下不要浪費這個蠔油 蠔油你還買 很香啊 好 加一點點水 燒一下 這個醬汁把它燒一下 這就是你之前說的那種對汁對不對 先把它燒好 再把料理弄下去 錯 幹嘛 不是嗎 不是 我就不相信 來 好 這邊調好味道之後 把我們的排骨下來 湯汁不要太多 它不是在紅燒 又要把它燒到湯汁收乾這樣就可以了 這看起來很像剛剛三杯的感覺 也是乾乾的啊 乾乾香香的囉 那不就變成像三杯的 用個砂鍋裝 味道怎麼會一樣呢 你不能看到燒得乾乾的都是叫三杯吧 是不是 是啦 你不能看到乾乾的 你不能看到 像我這麼帥 都叫型男吧 不會啊 大家屏幕一下 大家至少不會叫你流堆花鍋不成啊 對不對 好 收乾了之後 好 準備要起鍋了齁 撒點芝麻 芝麻我還要 你不要看到我放東西你就要把它丟掉 丟掉 好 好 最後還要再撒一些 好香喔 對啊 再撒一些在上面比較好看 香到不像話 真的很香耶 其實喔 有時候 當你媽媽要是做到菜 真的 有時候你知道在吃晚飯跟吃飯前 小孩子跟那個老公心裡都會好有期待 因為就已經從外面就聞到廚房傳出來的香味 我覺得那有全家聚餐的那種人家手術的幸福的感覺 我覺得是因為媽媽做的一手好菜 對 當然這邊我們就勉強就是把它 不要看她的人啦 當作你自己在家裡做的時候 媽媽做出這道好菜來全家一定都很開心的 真的會開心喔我跟你講 是 再撒上一些芝麻 天啊 有時候真的有時候只恨我自己 為什麼隨便做的做得那麼好 我也很恨 大家都恨你算 你要確認人家恨你我們就一起來恨你好了 真的很好吃很香 真的好香喔 哇 好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類似燒烤的那種感覺 真的 所以我們這一道菜叫做什麼 燒焗排骨 對 就這樣完成了 再把我們的關鍵重複意思給您 好 排骨把它炸過之後再來燒 香而不膩 香 不膩 不膩 對你看它旁邊也沒什麼湯湯水水 看起來清清爽爽的 是的 而且這個味道真的很香 真的好會做 好香喔 我真的隨便亂做的 都吃一碗飯 好 我們旁邊都要試過了 做的OK了 才敢做給各位看 所以這個就是有點像燒烤的一個感覺 類似 我們盡量把它做到像那樣 對對對 風味啊 各方面把它做得像一樣這樣子 好 這樣子家裡有多一道好菜 其實這個燕客也很適合的 好 記住我們的關鍵 記得了我們其實剛剛所說的方法是怎麼樣 炸過再來燒 稍微燒一下就好不要燒太久 略燒一下湯汁收乾 這樣香而不膩 他剛剛有說 油溫大概是中油溫左右 中油溫就開大火一直讓它變成 大火一路喔 燒到表面乾 好這樣就可以了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同時呢我們來給阿推薦 剛剛除了好書之外呢 我們那個YTV的話 另外有一個我們的一個兄弟網站 姐妹網站叫做Ybit Ybit Ybit就是聽起來就知道是一個競標的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特別的地方呢再跟大家講一次齁 就是我們的下標以及這個 下標的點數是免費的 它不是要你花錢去買這個點數 而是用不同的方法獲得 像是每天上網打卡一樣的道理齁 那這個網站呢 它上面有各種不同的商品 每天推出推陳出新 而現在這個商品的檔次也越來越多了齁 如果同班族要下了班以後 回到家才能夠這個競標的話 也不用擔心 我們晚上也有晚上的一個競標商品 對 最主要是大家不妨在我們這個YTV 告一段落以後十分鐘 去看一下 十分鐘以後 就點旁邊的這個Bannerbot 進去看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Ybit的網站 是 在這個萬物街掌心水美獎的年代齁 怎麼樣讓你的水荷包 能夠省下更多的錢來 我覺得大家不妨去玩一下看一下 對 都非常非常的有樂趣的 是 好 這是我給大家推薦的Ybit 那當然在這個之後呢 我們現在廣告之後 要有一段特別的叫做 料理成功的撇步 今天要教的撇步是什麼呢 如何煮出好吃的白飯 什麼 如何煮出好吃的白飯 你出現的嘴嘴 好啦 這個喔 剛好這個週末假期 所以我在家裡看電視 發現有幾個新聞台居然在報說 哪一家的米飯做的好吃 然後怎麼樣煮這些米飯 有人說是不是要選什麼特別的米啊 要怎麼樣做 我跟你講看我們的樣套節目就對了 教你怎麼樣把白米煮成好吃的白飯 專業煮米達人 煮米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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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教你看這個料理成功的撇步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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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